水里乡滾起又秀的好风地震 因为当年的风吹一拍 有这么多地方都出现迫起来顶顺海状况 甚至有学生孩子在家来拨抖受伤 好后 特别乡关注高业厨厅 希望能够来做改善 关注李明镜也专业浅了解 那像我们这个地砖都已经融起来了 既然等小伙子就四个都迫起来地震 共同小朋友若是企图走调一个无主意 就可能拨抖受伤 关注李明镜也会很了解 先入好风会占对好风安全部分来进行改善 好 拿一些建议案 就是要做一些党土墙到最高 顶顶的设施 中国工程会差不多要100万6万 所以我们会同意100万6万建议 给我们建议国秀来做改善 因为教育很重要 我们的虽然建议国秀学生没座 但是学生没座就更好教育 那学生在这里跑跳的时候 也常常就是去碰到然后跌倒受伤 所以在校长还有家长会 就共同发起对学校很多的排水沟 还有木栈道的一个征取经费 要来做一个改善这样 最后根据国秀在立教育中的努力下 虽然是少学校 具有很好的教育成功 好方向风景修理设施完善 这场部分的建议需要改善 会看的主要项目第一个有排水沟的部分 因为这边的雨是蛮大的 所以在水沟的部分 时长会积到蛮高的一个深度 所以我们是希望做第一个 我们做校园水沟的部分 壁砖在冬天会热胀冷缩 然后时长的军裂 会危害到学生的学习安全 所以我们就想利用这次的计划 将有危险的壁砖将处理掉之后 然后做一个米十字 那一劳永逸 让我们的孩童们 能够在这边有一个友善安全的 一个学习环境 同时林县长虽然对 军业国家的孩子很少 不过他也提到说 孩子少 正是我们教育的对象 这里向军克国秀 接近主任困境 好方教学也成功 就比天人丢驾 进行社区上官農事与人业库典 现在在官党里面前的亲信关心之下 可以政治不改善好方的安全 让苏心家党都感到很高兴 记者 金山三菩萝